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散人类的注意力 然后将人们转向只关注自己 导致重要关系破裂 然后分裂人类 使他们无法团结起来 从而获得他如此贪婪渴望的力量和赞美 撒旦第五阶段也是最后的战略 通过全球化 实现世界统治和获得大众的崇拜 撒旦花费了许多漫长的世纪 焦急地等待 最终开发出一种方法 他重新聚集四分五列的群众 然后在一种全新的统一文化和精神 也就是恶魔的精神之下 重新设置人类的思维 这种新共享的文化和不道德 将带来一种虚假的和谐感 这将导致不和谐的国家重新统一 但都在他自己的全球政府控制之下 撒旦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圣经 尤其是启示录 揭示了撒旦在不远的将来 尽管并非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但他会在实施新世界秩序方面 取得巨大成功 神起初通过消除他的约束 干预撒旦和人的事物 他通过将教会被提来做到这点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有基督徒突然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这将使世界陷入极度恐怖和属灵黑暗中 没有了教会阻止这种黑暗 人们的邪恶之心将自由地释放出来 罪恶被人们疯狂地庆祝 无政府状态和无法无天将比比皆是 混乱将破坏分裂的旧世界秩序 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运作的 无法无天之谜最终将会显露出来 从旧的世界秩序中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从无法无天的世界中会出现沉沦之死 撒旦将展示他所选择的人 他会像弥赛亚一样升起 宣扬和平与安全的虚假承诺 以平息混乱的世界 先知 但以理在第九章中描述了这位假定的和平之人 他将在七年内与许多人立约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轻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锁定的结局 启示录十七章提到 除了政治和平 他还将提供一种新的宗教 神秘的巴比伦宗教 以宗教方式团结世界 第五节 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 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然而和平的面具只是一个表象 因为和平缔造者将很快显露出 自己是一个战士 一个野兽 一个全球暴君 启示录十三章五节 又有权秉赐给他 叫受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受相的人都被杀害 正如第二封印的审判如此悲惨的描绘的那样 这位敌基督者将为那些拒绝屈服于他统治的人带来战争 导致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死亡 启示录六章八节 我就观看 建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秉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在戴伊里预言的七年大灾难中 撒旦通过他的敌基督者 除了以色列之外 最终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然后 世界统治者将违反与以色列的约定 铁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四节描述 他将敌党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通过这样做 敌基督者将建立他自己的大祭司 假先知 并将结束在新建的犹太圣殿中 向上帝的献祭 但十一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 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 无论何 神他都不顾 因为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 用金 银 宝石 和可爱之物 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在犯下这种亵渎罪时 撒旦通过敌基督者 将建立他自己的宗教 撒旦崇拜 来结束神秘的巴比伦 普世世界宗教 假先知将构建敌基督者的形象 并要求全世界都跪拜他 那些在战争和上帝的审判中 幸存下来的人 将被要求在右手或额头上 留下一个忠诚的标记 上面显示敌基督者的名字或号码 所有人都必须崇拜敌基督者 否则会被假先知切断买卖 然后挨饿 被火焚烧 或被判处斩首 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至十七节 又有权秉赐给他 叫受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受相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纳受印记 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经过几千年的人类历史 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中 撒旦终于实现了全球的统治 和全球的崇拜 他的策略成功了 他的目的达到了 而且任何抗拒和拒绝服从的人 例如犹太人 和被提后皈依基督的人 他们将面临一场大屠杀 在本系列关于大重制的下一集中 我们将研究撒旦推进其阴险议程的技术手段 从涉及利用电力和电脑的技术开始 这集有关文化大重制 撒旦第五战略部分的内容 全球化已经完成 但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撒旦全球化战略的实际例子 1992年9月16日 被称为黑色星期三 投机者迫使英国政府 将英镑从欧洲汇率机制中撤出 让我们来看索罗斯先生是如何以谣言开始破坏英格兰银行的财务稳定 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幕后制造谣言 听众相信了这些谣言并开始对英格兰银行进行挤兑 新闻媒体助长了谣言 导致世界各地的经纪人都在抛售他们的英镑 这种突然的挤兑耗尽了银行手头的现金 银行不得不关门 也就是破产了 由于索罗斯先生此前曾做空英镑 所以他的造谣使他获得了数百万的回报 注意这些一扩散的谬误 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被认为是真实的虚假谣言 另一个有关易扩散的谬误例子是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现在称为气候变化 是由人造二氧化碳引起的 政治家声称除非放弃化石燃料 否则将导致灾难性的环境变化 这就是当今美国政府所要做的 导致经济崩塌 切断供应链 从能源丰富变为能源短缺 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 一直存在这种情况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地方 然而许多著名的气候学家 对此提出质疑 另一个持续存在的易扩散的谬误 是性别认同与批判种族理论的相结合 性别认同是最新的流行语 他提出一个人有性别身份 并且个人的性别 可以根据当下的看法而选择改变 事实上 人们的性别在受孕时就已确定 固定在一个人的DNA中 将性别与性混为一谈 是许多西方文化和机构 为了促进不敬前的议程 而长期存在的逻辑谬误 这是自创世纪十九章 所描述的罗德时代以来 性别混乱的最新扩展 正如上帝通过保罗 在罗马书一章中明确指出的 这只不过是外在的叛逆 表明一个人持续拒绝上帝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比那些不道德的 异性恋的人更坏 也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得救 他只是通过贬低人 从上帝那里拥有的的身体 来表明他们对上帝的持续拒绝 这也适用于所有不道德的人身上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LGBT通过将自己与种族主义 联系起来寻求合法性 这也是混淆的逻辑谬误 首先只有一个种族 因为所有人都来自亚当和夏娃 其次没有所谓白人 黑人 红肿或黄肿 只是皮肤中的黑色素所致 创世纪十一章七至九节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大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听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纳成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上帝改变了他们的理解 包括他们的语言 自巴别通天台以来 有罪的人已经根据外在特征建立了障碍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 尽管各种混合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 然而 在我们这个时代 批判理论使种族成为一个问题 迫使即使在同一个社区的公民之间 也存在分歧 这种按种族划分的做法 本身就是种族主义 请注意 这是如何遵循开放社会的蓝图 也就是一个由总体精英统治的全球社会 上述每个例子 都是朝着这个最终目标迈出的一步 每个国家的政府 都试图将权力 集中在中央统治精英手中 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在他的话语中 辨别当前事件的真相 以免我们被魔鬼的诡计俘虏 然而尽管有圣经知识 仍有许多人陷入了陷阱 我的许多家人 虽然出于好意 但支持了那些 与圣经明确教导 背道而驰的哲学 如果连基督徒 都如此容易侮辱歧途 我们不能责怪那些认为 上帝的真理是愚蠢 并相信谎言的迷失者 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 哥林多后书四章三至四节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成为明智的信徒 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 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保 让我们小心行事 有一天当站在他面前时 不知羞愧 这里是装备生命 上帝保佑你